如果要的话,我在这里郑重的道个歉,让我们赶紧来进入今天的主题,双方战斗值都在2000分以上的高手房纯路人第一视角。 今天这期三合一的视频对大家来说简直就是啊,过靶影剧场。 为什么啊,我总是看到大家说这么期待我的视频啊,我想了又想,想了又想,终于今天让我找到答案了。 因为在我身上,大家能够感受到已经快感受不到的纯真这两个字。 为什么呢,为什么我一个生活在底层的小小解说,能够在网络上面对的这么多观众啊,能够说真话,说实话呢? 我也是想了一下啊,我觉得因为啊,因为我,因为我什么都没有啊,没有顾虑,对不对? 但是呢,我每出一期视频,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担心过我,其实我都是游走在犯罪的边缘。 万一哪一天,我人生的档案里面啊,就永远留下了涉谎人员的这个污点。 但是,如果为了大家啊,这个污点又算什么呢? 因为啊,只有我,只有我的视频啊,能够真正的啊,安抚大家的疲惫和恐惧。 只有看我的视频之后啊,才能融化大家倔强到极限的心。 看了我视频之后,不敢去打高手房的,哎,倒是有勇气有魄力了。 为什么呢?因为只有我知道,被划破的信心需要时间来全日啊。 好,那么咱们稍微正经一点啊,我们开头也说到了这个黄海波事件啊。 其实黄海波呢,啊,我,我相信大家啊,一定会认为他是一个很不错的演员啊。 其实表演这个专业啊,我也是稍有涉猎啊。 因为我,我一同学啊,就是学这个专业的。 说你做演员啊,确实因为啊,就是表演就是来自于生活。 有时候你可能没有体验过的很多事,但是你作为一个演员要去演这个角色, 你就得去啊,去观察啊。 就比如说你要演一个乞丐,你就得去马路上啊,看一个乞丐是怎么讨生活的啊。 啊,那么可能黄海波啊,下一部戏,对不对,要演一个嫖客。 那么他也是,对吧,这个有时候,呃,犯法啊,和道德问题碰在一起就会比较的,呃,尴尬。 就比如说这个文章,对不对,他是这个道德问题啊,那这个黄海波他可能就是违法了。 那大家,我看这个黄海波他的微博里面留言还有很多人支持他。 啊,这就是,如果,如果让我做演员啊,我只能扮演两类角色啊,一个是非常邋遢的啊,骗子。 编三啊,因为我演起来很自然,哈哈,还有呢,就是知识分子啊,因为我看上去很像知识分子的。 好,咱们还是少扯淡,大家可以看到我开局运气非常的好,吃到了一个隐身符,正好我们中路,呃,八条打蓝猫啊,可能会比较劣势。 那么我就来帮他拉住,八条一击是斜了框,其实我这个拉有点拉早了啊,不过没事,因为我们有三个人,所以我非常有信心能把这个蓝猫给杀死,并且啊,我拿到了一血。 我这作为辅助,我出门带了非常多的补给啊,八二五的一个出门装,啊,一个出门,让我来蹭蹭到两级,然后准备到上路,上路是我们优鬼,他猎单打月袭加那个狮王,肯定非常难打,而且不能补刀,这个狮王一直在他面前晃悠。 我们这局这个这种分路来,分路情况来看还算是非常非常合理的,因为呃,呃,优鬼没有选择去和骷髅王抢补刀,也没有让骷髅王上去猎单,呃,优鬼猎单的话,他放一个地是还能逃跑的。 也要感谢对面有一个打野英雄,不然的话我们线线上,呃,可能会崩盘,而且有优鬼和骷髅王的阵容呢,非常难度过中期这个阶段,啊,这里我帮用鬼来消耗一下这个狮王的消耗补给品,不然的话就是狮王一直这样,这样打,用鬼会非常吃亏。 他还算机智,因为他先递了一口,吸了一个力量,不然的话他就直接挂了,刚才他把自己的技能全部用光了,R一下自己,不然他死了。 我也是帮那个优鬼把他的大雪给打,打掉了,现在,还有两个支术。 狮王如果补给品少的话,他不,不,不,不敢骚扰优鬼,优鬼还可以补补刀,啊,除了下卫鞋之后,优鬼不管是逃跑能力啊,补刀能力都会加强。 两分钟,我买了一组眼还没用到,正好去,插一下这个河道眼,然后控一下浮,中路B线好的话,我可以绕过去再把这个蓝猫杀一次,我配合八条杀的蓝猫是非常好杀的, 我一个R,然后拉住,发条一个弹幕,一个框,基本上就能,哦,我看到了,高抬打野的FUR,如果FUR还在,哦,我还在想,如果FUR在打野的话,会不会看到我,非常讨厌啊,非常讨厌的,看到我人了,下路骷髅王被凌乱醉酒神地精撕裂者单杀了, 基本上地精撕裂者如果单杀优势路大哥的话,那么骷髅王会一直一直的被他压,因为地精撕裂者主地啊,这个地下,骷髅王大概就,一大关血就没了, 特别是打力量型英雄,就打骷髅王这样的力量型英雄,或者是打一些比较不肉的敏捷型后期,这个地的效果特别特别的明显, 然后你地几下,别人吃树是回,就是回血是跟不上的,啊,你地几下之后,你就可以找机会单杀了, 基本上地精撕裂者如果非常顺,到六的话,哦,我这边犹豫了一下,没拉住, 又是一次单杀,化琴为盗,将大一哥,是我们这个发条,单杀对面的蓝猫, 现在这个阶段是处于我没事干的时候,那我没事干我就肯定来保幽鬼, 我们就打了一个信号,是谁,白虎过来了,我这边极限,极限距离还是有优鬼的一个地减速, 我才拉到他,但是白虎非常耿直的一件,也确实因为我这个拉等级不高, 所以他的剑可能运盘不了,大家可能看我解说,解说这个风格,或者是什么, 一些谈吐之间,大家都可能会觉得,我这个人比较坏,对不对, 其实真的不是这样,我以前比任何人都天真,比任何人都傻, 以前还因为我的天真而惹过事,这就说来话长了, 那我就长话短说,我之前在读书时期,我和小杰约好了,找两个女生去玩, 然后我就一人约了一个学校里比较开放的女生,我们说我们去开个房吧, 我绝对不碰你,然后人家女生就说,哎呀,你快别这么说,那走吧, 然后开房的时候,咱们四个人非常刺激,就打麻将嘛, 我们说好绝对不碰她,对不对,之后这场约会就不欢而散, 人家女生,之后问她为什么不理我们了,人家说讨厌,你连禽兽都不如, 至少咱们单纯过,对不对,年轻真好,不过呢,说实话, 有些人非常期待自己成长,有些人却害怕自己成长, 就是长大的以后,不是SHE有一首歌叫做不想长大吗, 其实女生和男生害怕长大都有很多不同的自己的观点, 女生害怕长大就可能说,哎呀,长大了,对吧, 里面的歌词不就是说,为什么遇见的王子都不够王子啊, 为什么就是找不到不屑的玫瑰花啊, 这女生害怕长大的原因看起来还是比较, 就怎么说呢,我来具体表达一点, 就是女生,她一般都是啊,读书啊,对不对啊, 这个宝读诗书啊,这么就成长起来, 就是说她可能经历的很少啊, 所以她害怕成长的原因也比较的单调啊, 那男生呢就不一样了,男生啊,大学对不对, 这就是什么都,可能你什么都玩过了啊, 虽然书没读好,和我一样啊, 就是说我们长大之后啊,男生就会发现啊, 原来圣诞节是没有老公公的啊, 没有圣诞老公公的, 你发现吴刚嫦娥都不住在月球啊, 你发现王子公主居然也有在陪酒啊, 对啊,所以说成长啊, 有时候还是挺痛苦的啊, 不过这段时间呢, 大家都会问我小杰为什么没有出镜, 为什么不打广告了啊, 去哪了, 说实话,这段时间小杰赚了钱之后, 他生活追求不一样了,品位也不同了, 他每天起床起的很晚啊, 吃一顿饭之后呢, 下午喜欢去找个咖啡厅, 去喝喝咖啡, 然后啊, 听听音乐, 玩玩手机, 刷刷微博, 听说最近还买了个立可拍啊, 就是这种, 啪一下, 马上就会出来这个照片的那种相机啊, 啪一下, 拍一下还三块钱, 对不对, 生活啊, 奢侈啊, 哈哈, 我说的这是真的啊, 大家不要不相信, 然后下午喝完咖啡之后, 吃晚饭, 吃晚饭之后遛狗, 遛完狗之后把狗放回去, 自己去酒吧啊, 就是每天这个行程啊, 然后他每天还会跟我分享一些, 他的生活生活中所碰到的有趣的事啊, 他说哎呀, 这个情书啊, 你看这女孩上次我在酒吧碰到的真不错啊, 不管是打扮啊, 还是长相, 特清纯一看就是与众不同, 和别的一般的酒吧里面的女孩绝对不一样啊, 对不对, 酒吧这张地图啊, 不知道多少年前我就打通关了啊, 别, 不要, 不要羡慕酒吧里面啊, 穿得很潮啊, 或者是穿得很绅士的高富帅, 也不要看到人家女孩啊, 打扮的特清纯, 化了个淡妆就觉得这个女孩啊, 能谈恋爱, 能走心啊, 能走心, 所谓在酒吧这个环境当中啊, 各式各样的人都有, 所谓绅士, 就是有耐心的狼啊, 所谓淑女, 就是有手段的鸡啊, 哈哈哈哈, 我知道啊, 上一期视频呢, 由于扫黄啊, 我这个特别低调啊, 想说的话呢, 都不敢说, 那这一期呢, 我只求大家不要举报啊, 哎呀, 请留住这个爱说实话的解说吧啊, 那我相信看我视频呢, 这么多观众当中呢, 也不乏啊, 有高富帅啊, 生活过得很好的, 他们肯定对于我诉说的那, 我描述的小杰这样的生活, 比较的不屑啊, 觉得哎呀, 这有什么啊, 我比他过得更好啊, 那当然也有生活和我差不多轨迹啊, 在相同的轨道的同学们啊, 那这我就可以, 我就要给大家一些忠告啊, 我们人生啊, 人生能够选择许多许多东西啊, 当然唯一不能选择的就是出身, 对不对, 所以呢, 千万别在最能吃苦的年纪选择了安逸啊, 不然你就完, 不然你就真的完蛋了, 好, 那咱们别让这个气氛变得这么的凝重, 我们来讲一下局势和这个小白这个英雄啊, 小白这个英雄啊, 大家看他技能就知道, 他是一个有AOE, 有两个控制剧, 还有一个大招, 他的大招的打架和推塔都非常的厉害, 虽然说小白这个英雄技能真的是比较变态, 但是他玩起来呢, 需要你的, 需要很多灵活性, 因为他的技能特别是三技能啊, 这个拉住别人, 当你拉住别人的时候, 那你就真的是成了一个活靶子, 像一些有预判性技能的英雄, 他的技能放在, 要打在你身上, 那简直就是变成了指向性的, 比如说这个发条的勾啊, 白虎的神剑啊, 所以你打这个英雄的时候, 多多利用好, 先理解好你的技能, 再利用好你的技能, 这边白虎开来个大, 大家可以看到, 我本来只看到一个先知面药, 带着我的队友, 果然啊, 大家都是弱肉强食, 先杀最脆的, 我和先知一换一, 露娜开得大, 我刚才看到我们的幽鬼, 还是非常穷, 他十分钟一个相位都没有做出来, 我的话你看, 我虽然挂了, 但是我, 但是我八级, 等价也比较高, 这波, 这波可能要团灭, 我刚才注意到他们没蓝了, 什么情况, 什么情况, 怎么突然, 放几个技能就一次疯狂杀戮了, 原来, 原来是2355分的地金撕裂者, 突然感到这个局势, 还是比较紧张, 其实重新看一下对方的阵容, 我们打团真的是, 真的是打不了, 因为地金撕裂者加露娜加上FUR, 他们, 他们这几个丢技能的英雄, 真的是比较变态, 而且前排有一个世王, 还有一个, 呃, 非常难杀, 集中心非常强的蓝猫, 哦, 对面先知已经是红, 已经是红杖了, 好像, 我这边偷偷拿掉对, 对方一个塔, 提升一点金气, 因为现在如果找他们打团打不过, 我, 我们单杀能力好像也不是特别强, 能够配合的, 就一个发条打先手, 而且最终发条打先手, 不太好, 容易被, 容易被技能打死, 漂亮, 这个锤, 我, 一个垫, 再一个拉, 哎, 这个拉拉的非常好, 在他要踢出去的一个瞬间, 把他拉住, 推了中打之后, 来下路杀了地金撕掠者, 然后再推一座对方的下路外塔, 能够稍微找回一点点节奏, 比较漂亮, 12分钟, 12分钟的时候, 我们, 拿着对方两个塔, 呃, 虽然说上一波, 上一波团战应该是一个团面, 但是, 现在经济应该不会很吃亏, 对方先知是的确裸了一把红杖, 将爆发进行到底, 但是我觉得先知, 这一盘可能出一个没肯, 啊, 或者是林书比较好一些, 我们发小想, 单杀露娜, 蓝猫一张TP, 打断了他这个念头, 上路这个塔没人守, 我拉一波野, 拉一波野打完了之后, 我14分钟之, 差不多14分钟应该能够做出自己的跳刀, 我们的游鬼迷路了, 我就不去了, 我蓝也不多, 把这波也老老实实地打完, 有了跳刀之后, 我这个小白就好打多了, 也可以打先手, 或者, 现在基本上多他二, 一些玩得好的玩家, 他打小白, 一般都会吵一个, 比较阴暗的树丛里面, 然后躲着, 呃, 靠他的一些就是预判能力, 觉得谁要, 觉得有人会过来单带线, 然后就提前躲在树林里面, 看见单带线的人的话, 就一套技能, 就连大招也放了, 把那个人单杀了, 就拖对方的节奏嘛, 一个辅助能够单杀个大哥, 或者单杀一个核心, 是非常不错的, 然后按以萨满的技能, 加点来讲的话, 一般都是把一技能, 就是爆发最高的一个AOE技能给点满, 然后呢, 我个人是喜欢二三对点, 那有些人就是喜欢一三对点, 然后把二技能加一级, 就只用来打断TP, 和打断一些有施法前摇的技能, 但是我觉得, 二技能其实很有用处, 我喜欢二三对点的原因, 就是有时候, 一个电, 然后一个羊, 如果你羊的时间很短的话, 他其实是, 你没有时间把大招放一个很好的位置, 比如说就是, 因为你羊到人之后, 他的速度变慢, 那么你就很好的能够预判他的走位, 来进行一个空插, 然后再把他拉住, 基本上玩多了的话, 一般都会二三对点, 一技能点满之后二三对点, 这里看我跳到第一波, 先看一下场上的情况, 我们都在打野法语, 骷髅王专门也不是很好, 在做臂章, 我自己开了一个雾, 发现, 对面有一个狮王, 落单了, 虽然他离塔非常近, 有人先羊, 然后, 一个叉是把他插在里面的, 然后最后再一个垫, 为什么没有跳过去先, 应该是可以先垫再羊, 先垫再羊的, 然后一个大再拉, 但是我怕他, 有太多的反应时间, 先给个墓碑, 然后给个地, 这个时候他如果对我来的话就不好了, 刚才那个地方是离, 离他那边的塔非常近的, 哎, 我发现一个, 这应该是真的吧, 好像没有什么分身, 左边, 刚才看到一个红点, 瞬间跳到左边去, 跳到第一波, 杀了, 吃完之后, 在下路还又干掉了这个江大一哥蓝猫, 这个时候呢, 中期这段时间, 对面就打得比较保守, 不像前期打的那么奔放, 他们现在, 可能露娜也要发育, 然后, 他们现在这么打的话, 蓝猫就没地方去了, 他们这种如果, 一定要硬导着我们干, 因为我们现在打团能力非常弱, 像他们FUR, 加上狮王, 都是推塔非常厉害, 但是我们这种呢, 我和白虎的AOE, 还有发射的导弹都比较克他们, 他们除了FUR, 和露娜, 露娜也没有装备, 所以他们只有靠一个FUR来推塔, 推塔之前, 如果不杀掉我们人的话, 他们还很难, 很难把塔耗掉很多血, 关键点啊, 关键点是, 再加上这个FUR, 不争气的出了一个, 你, 我只能用肖静腾一首歌的歌词, 来表达我现在的想法, 就是把疼爱都给你, 把疼痛都给我, 我作为一个小小辅助, 又包眼啊, 又带节奏, 去单抓人, 我这话都说不清楚, 居然这么对我, 还有一个地精撕裂者, 在戏虐我们的大哥, 哎呦, 我这里, 晚了, 如果我早一点跟过去的话, 可以打断他的TP, 然后配合我们的优鬼, 一起来单抓他, 下路要打起来了, 我先买个一千二金击之球, 不管, 就是, 不管你是不是先出A账, 还是先出, 退退, 反正你这个A账迟早要出的, 如果够钱的话, 先买一个金击之球好了, 我们打到17分钟, 对面只推了我们上路一座塔, 刚才也说了, 也是这个FUR啊, 不, 哎, 还好, 我想他怎么留, 那个蓝猫不杀, 要杀另外一个, 他们现在这么打呢, 蓝猫就觉得, 这蓝猫就很难, 很难玩了, 因为也是也被占, 线上也被占, 自己在线上的话, 又怕我这个跳刀跳扬, 就是FUR不争气的, 出了一个红杖啊, 如果他出, 其实他出梅肯的话, 倒还, 还可以打打, 他出一个死灵书, 比红杖也好多了, 因为他们爸爸已经够了, 我来看看, 我们, 骷髅王是, 现在变成野区王子了, 所以骷髅王现在, 战线的话, 好像, 对面也很难杀, 我又买了一个古迹之路, 看看有没有人, 有没有肉吃, 有没有肉吃, 我这个二技能变阳, 升高了之后, 你可以发现, 我杀, 我杀狮王那一次, 的确是非常好匡人, 就变阳了之后, 他的小走位, 你会看他一清二楚, 你大招, 插上去之后, 基本上就把他围在这个, 围在这个狮, 围在这个狮棒里了, 还好没有选择中路, 中路杀了这个狮王, 狮王, 我拉住他之后, 这地金撕裂者, 一套技能基本上可以把我秒了, 我现在只有一千点血, 还是来上路看看有没有机会, 开了一个雾, 我来找一个未知, 后面应该还有个露娜, 不过没关系, 漂亮, 留一个大招, 正好大招在CD, 可以推这个塔, 诶, 我, 这个FUR, 我只能先走了, 我真的, 他, 他这么飞过来, 绝对没好事, 我不应该笑, 这真的, 如果我刚才, 想杀这个FUR的话, 真的杀不掉, 因为, 他突然飞到那边, 不可能来送吧, 而且第一时间就给了我红杖, 还好我TP的快, 对吧, 都, 应该都差不多集合在上路了, 看他们推不推塔, 发起来一个导弹炸过去, 他们好像没有推塔的意思, 我, 中路的, 他们没有推塔的话, 我中路肯定也推不掉, 我就去下路杀蓝猫, 他们如果没有视野的话, 我这一次, 你看, 这就叫做意识, 我这边大招, 如果队友不来的话, 我可以单杀的, 跳过, 跳过去, 羊, 弄一下, 再拉住, 应该能死, 漂亮, 如果队友来的话, 我可以省一个大招来推塔, 一切尽在掌握之中, 这个蓝猫的, 玩法, 打法, 我基本上都非常了解, 所以我知道他肯定要来收险, 他已经, 很憋屈了, 没有地方打钱, 但这么一波非常良好的线, 他是不会浪费的, 我这边踢屁道上路看看, 这FU还在不在里面了, 不在了, 照到底来讲, FU还看到我们在下路推线, 他应该, 带线带着更加, 更加卖力才对, 这局蓝猫非常惨, 蓝猫前期, 没有节奏之后, 到了中期, 又抱不了团, 然后队友也不配合他, 抓人, 蓝猫配合低筋死者, 抓人非常厉害的, 或者是露娜, 像打到这种局面呢, 作为一个小歪来讲, 我的选择就是非常多了, 我现在买一组眼, 准备插对方, 插我们这边的进攻眼, 插对方的野区, 我现在可以抓线上打钱的, 然后再和队友一起抱团推塔, 我也可以自己和队友开个误, 去抓对方野区的人, 因为现在对方没有什么动作, 也就野区和线上打钱, 比较迷茫, 然后小白这个英雄呢, 他不会为了自己要打钱而去打钱, 他基本上, 他的钱都是来源于推塔, 打团, 抓人, 所以说小白如果富了, 那他的队友一定是更富, 我们又给, 又给上头了吗, 又给上头了, FBA一个框好像是把地金四列者框在外面, 刚才一个T是没有伤害, 应该是这样的, 还是他的T在出手的时候, 然后幼鬼站好TP回去, 我是看到他的T好像是, 我算好的, 我是看到他的T好像是剃掉了一棵树, 一棵树已经倒下来了, 好, 这边又就是我刚才说的, 躲在树林里面, 等对方来收线, 然后我单杀, 看看蓝猫会不会再次上当, 现在蓝猫没有出现在线上, 这个塔快破了, 算了, 我还是安分一点, 把这个塔推了, 将大一哥选择的退出游戏, 我这一盘小白打得已经算很机智了, 没想到对面的蓝猫比我还机智, 因为蓝猫这个, 他打到现在他真的没法玩了, 他队友不配和他抱, 就是说他们整个都, 他们队友都不在一个轨道上玩, 我觉得, 没有在一个轨迹上玩, 就是没有在一个轨迹上玩会出现什么状况的, 不管你怎么转在一个轨道上面, 都不会有交际的点, 那么我们也不浪费时间了, 直接来看今年最最刺激的下一盘地精撕裂者, 好的, 各位同学们, 好久没有给大家做这么刺激的广告环节了, 难免有一些些羞涩, 那么自从我做了解说之后呢, 大家对我的印象就是讲话不卫生, 学历非常低的一个男生, 那自从我逛了情书淘宝店之后, 懂得了穿衣打扮之后, 大家对我之前的这个印象已经完全消失了, 所以说, 为什么穿衣打扮对一个男生来说是那么的重要呢? 没有逛情书淘宝店之前, 我的人生是黑白的, 逛了情书淘宝店之后, 大家已经完全忘了你从前那个啊, 讲话不卫生, 学历又非常低的那个我, 那么自从我学会了搭配, 逛了情书淘宝店之后, 大家都用四个字来形容我, 这四个字呢, 不用我自己说出口, 我相信大家也会知道是哪四个字, 那么用短短的几秒钟时间让大家来感受一下, 我相信大家都已经感受到了, 今天呢, 我给大家隆重推出我们淘宝店的三款套餐, 三款套餐呢, 都是不同风格的, 大家呢, 可以自由的选择, 自由的搭配, 而且套餐的价格绝对惊爆大家的眼球, 更重要的是, 如果你有幸购买了套餐, 而且抽中了这一把, 这一把世界上独一无二, 有名师加持过的扇子, 得到了它之后呢, 真爱就会降临在你的头上, 那么接下来呢, 我为大家试穿一下三款套餐, 好了, 首先第一套呢, 就是我们这一款啊, 夏天, 大家运动休闲都可以穿, 这个短袖和短裤啊, 这个衣服呢, 首先它穿上去的感觉是什么, 就感觉自己好像, 哎, 在练武功一样这种感觉, 为什么呢, 因为虽然说, 它保证了你的舒适度啊, 也是够休闲,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, 穿上这件T恤之后, 你胸前的这些就是脂肪, 突然变成了胸肌, 你看, 突然变成了胸肌, 哎, 就整个好像就感觉像魔术一样啊, 然后这个裤子呢, 这个裤子穿上去的感觉, 因为是白色的嘛, 就感觉一个人整个人精神了许多, 干净了许多啊, 然后, 大家可以看到我胸口的这个花纹, 它这个花纹呢, 和一般的T恤不一样, 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, 一般的T恤它是印花的, 而这个呢, 是刺绣的啊, 略显高档, 然后, 这件衣服呢, 和这条裤子搭配在一起, 套餐价格, 居然只要98块钱, 也许大家不相信, 但是, 我们做到了, 那么马上给大家介绍第二套衣服, 好的, 这一套呢, 就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第二套套餐啊, 第二套套餐呢, 就是很明显, 可以看到, 这是一款非常简单的泼洛餐, 而且呢, 我们店的泼洛餐是全棉的, 全棉的泼洛餐呢, 首先质量是摆在第一位, 第二个呢, 就是舒适度, 那么既然是全棉的面料, 它就有一个缺点, 就是多多少少, 避免不了这个缩水啊, 大家可以选择稍微买, 稍微宽松一点点的, 那么这个是属于神款泼洛餐, 非常简单, 适合比较低调的朋友啊, 然后呢, 大家可以自由搭配我们店里面的一条牛仔裤, 这个牛仔裤呢, 我展示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啊, 穿上这套衣服呢, 真的你会感觉到非常的舒适, 就感觉到好像马上要去打高尔夫一样啊, 生活对不对, 奢侈啊, 那么这个挑战价格啊, 只需要158块钱, 你就可以买到一件, 你称心如意的Polo衫, 再加上夏天你可以一直穿到, 你觉得冷了为止啊, 穿一个季节的牛仔裤, 性价比非常高, 那么这个鞋子呢, 是我们鞋店的啊, 是阿迪达斯的一款鞋, 嗯, 它的设计也是比较低调, 比较简约的, 大家可以看一下, 这个鞋子呢, 是不包含在我们套餐内的, 大家可以去我的鞋店去逛一逛, 那么接下来就是第三款套餐, 给大家看一下, 那今天最后一套呢, 给大家推荐的是, 我们非常时尚, 非常潮流的休闲短裤, 那这条短裤, 先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了, 你不用怀疑它的这个, 做工和版型, 因为它都是, 在这个专柜都是卖好几百块钱的, 帅哥行男必备的修身短裤, 非常时尚, 然后呢, 这个短裤在我们这边只要一百二十八块钱, 同时呢, 你搭配一件非常简约的白机具, 就显得非常高大上了, 那么这样一套搭下来呢, 我们只要一百六十八块钱, 这一套你看, 非常的舒适, 做工又非常的高档, 裤子和衣服一百六十八块钱, 绝对的物超所值, 那么今天的广告环节, 有没有令你心动呢? 你还在等什么? 好的, 欢迎大家回来看我们本期视频第二场游戏, 我又用了一个大家比较陌生的账号, 叫做使别人心慌, 没有错, 自从我不拿高手文目, 不拿大号录视频之后呢, 我一直在Q上, 看有没有之前打摇平台的朋友, 一直在接号, 一直在接号, 基本上每个人我都问过了, 每期视频基本上都有不同的账号啊, 然后在这剧游戏正式开正式选人出兵之前呢, 我想说DOTA这款禁忌游戏, 其实真的可以悟出许许多多人生的大道理啊, 大家不要笑话我, 我讲的是真的, DOTA是一款禁忌游戏, 我们先把游戏抛一边啊, 说到禁忌, 大家应该就很容易的联想到禁忌这个词应该是最早之前啊, 比如说禁忌场啦, 对吧, 禁忌场可能要扯到很古老的那个时代啊, 禁忌场是没有道德约束, 没有什么法律条约的, 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, 最能凸显的是什么呢, 我觉得最能凸显的是人性啊, 那么人真的性本善吗, 我觉得哎, 真的值得我们考究一下, 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呢, 你可能啊, 会有许许多多不理解的事情啊, 那其实不理解的事情呢, 倒还好, 我觉得不被别人理解是最最痛苦的, 为什么呢, 因为就像九神说的那样啊, 不被理解的人生就是抗争的一生, 大家可以想象啊, 抛物线, 抛物线是什么形状, 是一个游字啊, 英文字母游倒过来写, 就是一个抛物线的形状, 你抛上去的啊, 抛上去的东西, 那肯定是不被别人理解的东西, 那么在抛上去之后, 会有一小段的啊, 稍微平行的一个一个一个点, 一个就是也是最顶端的一个点, 我觉得到那个时候呢, 你不被理解的东西就变成了压力, 那么在它慢慢坠落的时候, 在落地的时候啊, 那你必须得承受这些压力, 所以不被理解, 我觉得是非常痛苦的, 那么我相信啊, 大家也看到了我们刚刚开局这一段非常有意思的聊天记录, 就在一分钟都没到的时候, 我们这位队友叫做没有的晚安啊, 他就他就说挂机了, 然后然后他买了一组一组真眼一组假眼啊, 那个他看到我们队友是一个一分的, 我这边没有小秘书, 所以我也不知道谁谁是一分的, 然后呢, 一开始我还以为是说着说着玩的啊, 没想到他真的在家里, 当我看到他把眼插在家里的时候, 啊, 许多人许多人打路人觉得, 哎呦, 哎呦, 好难受啊, 你万箭穿心, 你痛不欲生啊, 也仅仅是你一个人的事, 啊, 所以我们打路人, 不管是人生还是打路人, 首先要把自己变强啊, 有些人在起点就放弃了啊, 那, 对吧, 梦想不会逃跑, 会逃跑的永远都是自己啊, 当我看到他把眼插在家里的时候, 那一刻, 你看我打DOTA, 了解我的人, 我打DOTA, 我打路人局, 或者开黑, 我是肯定不会第一个, 第一个推出游戏的人, 这一盘呢, 其实他挂机对我而言, 是没有多大的, 呃, 影响吧, 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烈士路, 他一个宙斯, 要么就是去保, 肯定去保人, 我们隐魔是打一个中单, 现在下路是, 我们的VS, 和, 白虎, 对, VS和白虎, 然后对面呢, 优势路, NC加牛头, 中单, 中单可能是一个, 冰魂, 或者是船长吧, 猎单是, 呃, 沃洛克, 中路三个红点, 中单应该是, 呃, 我看一下, 是牛头和, 冰魂, 帮助了船长拿来的一选, 这局其实我自己打, 今天CLAGE, 我是比较有信心的, 虽然这个英雄, 我好久没碰了, 但是这些技能啊, 技能我肯定了解, 然后最多这个操作的一些, 技能的连贯性, 需要稍微熟悉一下, 就, 呃, 这局为什么看到, 他挂机, 为什么没有人退呢, 现在DOTA这个机制是这样的, 如果他挂机, 呃, 他不退, 然后, 我们先退, 我们先放弃的话, 这个后果要我们承担的, 因为我们会扣分, 他倒不会扣分, 然后我看, 我是肯定不会退的, 因为我DOTA这英雄, 我觉得我打的蛮厉害的, 然后我, 我队友不退, 难道我就更不能吹了, 而且我, 主要我这, 列单这条路, 我觉得对我没有什么威胁, 就一个NEC, 他前期没什么爆发, 没有到6之前, 他的D, 首先耗篮非常高, 然后呢, 伤害又很小, 那再加上一个牛头, 只有一道F, 然后我有T, 我有这个T的, 所以他们基本上杀不了我, 前期, 前期我也是比较, 吝啬我的魔法, 因为我觉得我到5级, 我3级D之后, 我这个消耗就非常厉害了, 所以前期我就是基本上, 很少用自己的篮来补兵, 或者打消耗, 我先, 用我的这些补给品来混等级, 牛头不见了, 我就告诉一下队友, 因为我们中路是一个隐魔, 那隐魔这个英雄你也知道, 中路随便谁, 都可以干他, 在上一期视频中啊,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, 我说过就是, 我非常喜欢看自己视频, 优酷视频下的留言啊, 因为我觉得特别有意思, 那么上一部视频发出来之后呢, 我又看了啊, 又看了去, 基本上留言我都看了, 我看到一条呢, 他说, 我虽然说我现在的, 谈吐啊, 的确比之前更有吸引力的, 但是好像, 视频质量是的的确确的有所下降啊, 这段话呢, 让我, 让我好好回忆了一下, 我之前做视频是, 是以什么样的一个质量为标准, 是什么样子的, 然后我觉得其实, 我想过了之后, 我觉得, 其实不是我视频质量在下降啊, 是, 如果你真的觉得, 我, 这个水平不如之前了啊, 那是我正在经过一个十分痛苦的重生, 脱变啊, 为什么这么说呢, 这不是我在跟大家讲大道理啊, 哎, 哎, 你真的是, 我递你一下, 你还有多少血, 你给我告诉我, 你还有多少血, 算了算了, 我再过去要被NEC打了, 这个NEC应该还是有难的, 那么刚才说到, 我正在进行一个十分痛苦的重生, 脱变啊, 这不是我在讲大道理, 传说中, 世界上最长寿的鸟是老鹰啊, 它可以活70年, 但是在它活到第40年的时候, 它嘴巴开始变弯啊, 变长, 爪子开始老化, 翅膀开始沉重啊, 就是生活不能自理的啊, 它只有两种选择, 第一个呢, 就是等死, 第二个呢, 就是和我一样啊, 经过一个十分痛苦的重生脱变啊, 为了重生, 它需要经过150天, 漫长的磨练, 在山顶的悬崖上筑巢, 然后用嘴巴打击岩石, 然后直到它的嘴巴完全脱落, 然后等到新嘴长出来, 再用新嘴巴把老化的指甲, 一根一根拔出来啊, 任由它的鲜血滴落, 那么等到它新指甲长出来, 之后呢, 再用指甲把它的自己的羽毛, 一根一根的拔掉, 五个月以后, 新的羽毛长出来了之后, 那它将再飞翔30年, 那我呢啊, 对吧, 我们先看这边, 这边我是放弃了自己的秘法鞋, 然后TP到, 居然给它跑了, 然后TP到下路, 杀掉了两个, 我这边达到了六级, 我刚才, 本来是差不多已经秘法鞋了, 但是现在还好, 我从本来又有八百多块, 我是先, 合了大魔棒, 然后买了一组数一个TP, 就去下路帮队友杀人了, 这宙斯, 它又去战线了, 一级, 六分钟一级去战线了, 本来我刚才打了一个杠, AFK, 看它已经挂机多久了, 如果它挂机很长时间了的话, 可以把它给踢了, 刚回家又得TP去救一下这影魔, 我刚才在家里是买了一个护腕, 踢过去C两下, 再A一下, 漂亮, 加速小牛, 我现在在线上, 我七级, 我顶级的一个D, 打音音器其实还是非常好打的, 音音器我随它发育好了, 只要它不是特别, 你看, 它还补到C, D, 再C回来, 一个T, A一下, 什么叫做行云, 流水, 它太低估, 地精撕裂者的爆发了, 你看我正好一套技能, 不多不少, 再加上一个普攻, 正好把它给杀掉, 然后以后这个线又是我的了, 这局呢, 我想一下, 我要不要出秘法鞋, 因为, 我觉得裸一个, 因为多大一, 它如果秘法鞋的话, 它比较麻烦, 还是出一个比较好, 比如说我想出这个, 星期十啊, 我还要回家把这, 把这秘法鞋拆掉, 像多大二的话, 好像是可以在商店直接, 直接拆分的, 然后这VS去混等级, 他在上路是帮不到我任何忙的, 他, VS这一行就是这样的, 你, 你, 如果他突然, 呃, 在上路了, 那别人肯定知道他来帮我杀人了, 别人, 人少的话是不会轻易的露头的, 我主要是现在蓝比较少, 我现在, 虽然有秘法鞋, 但是我回模特别慢, 我需要在现场慢慢混, 一边打钱, 一边等着秘法鞋的CD, 啊, 我身边的许多朋友经常问我啊, 他说你在视频上说那些话, 他说, 就是说小杰, 就是说小杰的生活比较迷烂啊, 嗯, 然后他, 我朋友就问我, 他说年轻人不就是应该追求小杰的生活, 才叫年轻人吗, 啊, 小杰的, 小杰现在的生活是这样, 天天换新娘, 夜夜当新郎啊, 全称都是赵母娘啊, 哈哈哈哈, 这个我也不是绝对反对啊, 因为对于, 年轻人来说, 这个, 玩重要啊, 身体不重要, 年轻人都是这么想的, 我看过一本书啊, 就是一个, 一个演艺人员啊, 他现在大概五六十岁啊, 他出了一本书, 就是说, 这边我要挂了, 我要挂了, 我看了一下自己的血量, 我到一百的时候就要, 啾一下破碎了, 就是一个五六十岁的演艺人员, 他在书上就是记了一下, 他记载了一下, 他之前, 年轻气盛的时候啊, 风流寨到底有多少, 那其中有一句话, 非常的精髓, 就是说, 他年轻的时候, 总喜欢撂下一句话啊, 就对于异性方面, 就是对于异性啊, 总喜欢撂下一句话, 只要是我喜欢, 有什么不可以啊, 那么等到他五六十岁的时候啊, 这句话就变成了啊, 只要是我可以, 有什么不喜欢啊, 对不对, 非常的内涵啊, 这句话, 但是既然你已经看我视频了, 那我相信你应该懂啊, 那小杰呢, 他的生活追求的目标就是, 有两个, 一个是长得帅, 一个是活得幽默啊, 现在呢, 他已经完成了一半啊, 就是长得幽默啊, 哈哈, 你看我, 我是一个多么有正能量的解说, 开局四打五, 还走个劣势路, 然后还能这么开朗的说说笑笑, 不过这局呢, 我, 你可以注意到我们的, 那个复仇之魂的VS, 他到现在等级非常低, 因为呢, 他, 呃, 在四打五的情况下, 还有一个, 游走的心, 我觉得像VS, 就是这种局嘛, 自己去, 站在线, 打打钱, 然后买足眼, 不要被杀了就行了, 因为, 现在我们只要保好隐魔嘛, 你可以看到我们, 其实VS应该也算是一个, 有逃跑技能的英雄了, 还有白虎, DG4类者是更不用多说了, 最最, 最最容易死的就是隐魔, 我们现在这个宙斯, 对方同学也加入到了我们战场上, 但是呢, 对面这个阵容, 宙斯, 确实很难发挥, 我来看一下, 其实对面五个人都有控制剂, 沃洛克的戴也是控制, 死灵法师的戴也是控制, 爆发非常够, 还加上一个冰魂, 哎呦, 这个剑如果射中的话, 我, 我可能会, 应该能够秒掉, 我一发C过去, 对面现在是疯狂想推塔, 想爆团, 觉得五打四, 爆团非常划算, 我们战线的人好少, 你看, 别人一爆团, 我们就, 想守塔, 但是在中路呢, 又守不了塔, 然后就在中路没事干, 其实这样子是非常亏的, 连, 你看, 对方连一个牛头都在打, 都在打前, 都在战线, 我过去准备单杀他了, 如果别人跟过来的话, 就很简单, 我一个人的话, 一个五级牛, 我这套连招, 这个打的不是特别好, 不过我注意到了, 我注意到了中路两个红点, 上路一个红点, 这牛头可能还要在下路继续转线, 没有错, 一次不行, 我就再来一次, 就等你补这个近战兵, 踢过去一个地, 再发C, 单杀掉, 升到了11级, 现在全场应该是我最高级的, 目前来看呢, 我们的隐魔, 这局可能会成为, 就成为一个对方的突破口, 也是成为一个我们翻盘的阻碍, 是我们也是对面的一套关卡, 因为隐魔这英雄, 如果他现在套一把BKB的话, 他去, 就现在打架, 其实要保隐魔没有错, 但是, 保隐魔是假装的, 真, 真打起来, 我觉得还是要让我不要死掉, 因为现在我的输出是极为恐怖的, 你可以看到, 还是要补这个兵, 我还是再来一套这样的连招, 又单杀掉了对面的兵魂, 这什么情况, 我们的, 我们4打5还掉了, 还掉了一个, 卡尔控, 白虎, 隐魔这局不知道出什么装备, 可能是隐刀, 也可能, 我觉得BKB比较好, 真的, 也一掉, 呃, 掉了一个白虎, 我们的宙斯知道自己不扣分了, 赶紧离开了游戏, 去打下一盘了, 让隐魔拿装备吧, 我隐魔补了一个450, 力量腰带, 他, 要出那个双, 呃, 双, 双刀, 先出一个散滑, 可就, 可惜我们这局觉得是, 宝人宝得太过火了, 把自己都打, 打得有点废了, 现在只有我一个点能看的, 如果, 如果隐魔在, 隐魔其实这样带线非常危险, 你看到没有, 我们一掉两个人之后, 他还是带, 带线带到死, 其实这样, 这其实不能说是恶性循环, 但是对他自己的一个成长, 一个装备的累积是, 非常非常缓慢的, 他本来是可以, 收收线, 就, 推推线, 因为他推线起来很快嘛, 现在目前这个阶段, 然后推线之后呢, 回来, 走回来打野, 打完野之后, 回去补, 就把状态全部用完了, 就再回家, 这是性价比最高的一种逆风局的打法, 对面应该要推, 推上路了, 哎, 不选择推上路, 我看他还垂了, 我就直接把他秒了, 不然我想走了, 直接TP回家, 一换一, 别死没错啊, 他比这个, 沃洛克的ID还要来的执着, 冥界之子, 不愧是来自鬼门关的, 就是不怕死, 我还是想, 我还是想说一下隐魔装备, 我觉得隐魔这局最最最最最最最好的装备顺序, 第一件, 毫无疑问, 肯定是BKB比较好, 虽然对面有冰魂, 但你BKB你至少能放一个大, 你放一个大NEC, 如果大你的话, 我觉得在临死之前应该也能够大出来, 我们三个人, 我们三个人, 如果你还想打物理输出的话就错了, 我觉得应该打, 一开始肯定打爆发, 因为你, 你能放一个大, 然后你死掉之后又是一个大, 那我也是, 我也是属于打爆发类型的, 我觉得这样可能, 三打五, 我们拼死, 拼死三四个肯定可以, 然后BKB之后, 你再补个跳, 然后, 或者是, 你觉得跳到没用的话, 你再补个双刀, 这样我觉得倒是来的比较实际一点, 因为你如果没有BKB, 你就是出去一下, 就出去一回就死一回, 不管你有多肉, 对面可是有冰魂的, 那我这方法这么高, 如果再配上你一个BKB摇大, 打团, 我这边发现没有, 我第一个大剑是出了一把跳档, 为什么要出跳档呢, 我是经过深思熟虑, 来选择这么一个大剑, 我玩CG40, 好像怎么判断别人走位, 现在不是那么精准, 为什么出跳档呢, 因为对方那个, 我最终目的还是打出爆发, 因为对方有没有发现, 虽然有控制, 但是控制都不是, 就比如说, 牛头有抬手动作, 船长也有抬手动作, 我跳过去, 一套技能, 我是替着走的, 我是有时间替走的, 除非牛头直接打我, 或者我正好在牛头旁边, 牛头直接打我, 不然的话, 我觉得我好像这么过去打一刀爆发, 对面还不能, 不能就是非常快地留住, 我不能非常快地控制住我, 所以我出一个跳档, 我觉得比较好, 不然的话, 别人, 因为我们三打我, 别人肯定是三条路, 肯定带线带的比较多的, 我如果不出跳, 我觉得抓人会比较难, 隐魔, 我们的隐魔有点自暴自弃了, 他, 他现在出双刀, 要一个一个买小剑, 然后买剑轴, 其实已经是一条不归路了, 不知道这局他多久能够出到双刀, 以他现在这个进度, 其实我们钓了两个人, 他如果一开始就想做BKB的话, 应该不难, 他是带线带的有点, 往死, 一条线就往死了, 带到他死为止, 当然我这绝对不是责怪我们的隐魔, 我是觉得既然我们, 我们只, 坚持到最后只剩三个人了, 那么我们, 如果你不是朝着赢的方向去的话, 那至少你也得打得稍微用心一点, 对不对, RVS想干嘛, 换了一个船长, 妞头马上一打F, 他连锤都没有锤出来, 瞬间就, 哎, 秒了两, 我还能够, 我还以为能够把冰魂也秒了, 回下状态, 隐魔摇了一个大, 不着急, 等一下我跳到CD, 我现在血和蓝都不是特别多, 好像没有很好的击杀目标, 我刚才听到有人磕大药的声音, 牛头磕了一个大药, 你就决定逃路, 回家补给, 2400, 我出跳刀这个决定其实有点冒险, 因为, 如果, 跳过去就被秒了, 那这把跳是不是毫无意义, 我出都出跳吧, 我觉得, 好像也没有很好, 2000多块钱, 有这个性价比, 我觉得很不错, 而且, 对, 我对, 我第一次的者也是出过跳刀的, 跳刀之后呢, 两个法师什么情况, 哎, 他, 不换走的话, 两个人都可以秒了, 临死之前还让他放出一个大惭愧, 这个地精撕裂者真的打得太棒了, 在, 这么一个局势情况下, 妖怪般的杀戮, 三千二, 我有考虑过, 我有考虑过刃甲, 但是觉得刃甲, 我自己还不算肉, 刃甲可能对我来说, 性价比不高, 这边船上打, 三连秒掉我们这个, 别死, 我, 我就是要杀, 哦, 完了完了完了, 这次不划算了, 这次不划算了, 他有下枚鞋, 找一个, 完了, 刚超神, 我在想, 我跳上之后, 三打五, 出一个, 血精石好吗, 因为血精石, 嘖, 我直接出冰甲吧, 其实也不怎么样, 因为对面物理输出, 就一个船长, 所以我们, 我们要跟对面打, 就是要打爆发, 你如果跟, 你魔还是真的要出双刀, 小心冰魂大, 我好像还是得出这个血精石, 因为血精石, 其实他性价比确实很高, 不管什么, 而且我现在, 我个人, 我个人是优势, 我人头很多, 等级也很高, 血精石之后呢, 冰魂已经A帐了, 冰魂已经A, 蓝帐了, 他们这局我看一下, 应该这个, 沃洛克, 也是要走, A帐的路线, 船长裸了一个2400, 要走, 要出大炮的, 之前我不是, 一直说这个小杰喜欢去酒吧吗, 其实我还漏了一个非常好玩的试梅书, 大家都知道这个, 金瓶梅那本书里面有一句, 有一句算是诗, 还不知道是算是, 算是句子啊, 是这么说的, 就是风流茶说和酒是色眉人, 我觉得这句话就非常能够非常好的阐释, 小杰现在的这个身心状况啊, 他的什么, 这个风流茶说和酒是色眉人, 大概是什么意思呢, 大概就是说喝茶谈风雅, 然后酒是色眉人, 就很好理解啊, 用酒, 用酒这个东西来做男女之间的一个眉人啊, 那目的非常简单啊, 就是酒活乱性的意思啊, 那酒吧里面啊, 对吧, 那这个, 你又不能目的非常明确啊, 你只能用你的啊, 就是用你的眼睛啊, 来来来过观察, 那上次小杰去酒吧的时候啊, 他就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女孩啊, 穿着一件T恤, 那个T恤上呢, 印了六个数字啊, 哪六个呢, 就是一二三四五六啊, 那小杰就问我了啊, 因为他碰到许多不理解的事就喜欢问我啊, 就问我, 这这什么意思啊啊, 这这这真真有趣啊, 哎, 等等, 让我先, 你, 那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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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我万来骗我, 完了, 完了, 三个大招轰炸全屏, 我靠, 其实刚才我不是不杀牛头, 我知道他有大, 我, 我知道我一个T杀不死他, 我想等一下, 我等一下其他技能CD, 没想到来了三个人, 还是, 你看我这, 我就知道啊, 这个牛头, 要死, 我非常机智的想起, 我们还有一个离开游戏的咒思, 我轻轻的按了一下W, 那么刚才, 说啊, 这酒吧里面有个女孩, 穿了一件, 有六个数字啊, 一二三四五六, 小杰就问我什么意思啊, 我就说, 咱们就拿一个礼拜啊, 来对应他身上的六个数字, 那么礼拜一到礼拜六, 还缺了什么呢, 小杰天真的说, 缺了礼拜天呀, 我就说, 你想一下我们电脑右下方啊, 电脑右下方, 你点开来的时候, 星期一到星期六, 后面一个是礼拜天, 还是有另外一种说法呢, 小杰说, 哎呀, 真讨厌, 哈哈哈哈, 一二三四五六, 那不就缺, 哎, 我都不好意思说了, 哈哈哈哈, 那么大家我相信啊, 呃, 这, 这期视频呢, 也不难发现啊, 为什么我, 这个, 又又结巴了啊, 做视频又结巴了, 就是我, 结巴这个恶习呢啊, 自从做了视频之后, 已经是有所改善, 那为什么又要呈现出来, 给大家听呢啊, 这也是, 这也是我做了一个小小的铺陈而已, 大家都知道, 我之前做网管的时候, 那, 做网管, 那, 许多人都, 呃, 认为你做网管的话, 你肯定, 会重装系统呀, 会修电脑啊, 然后那时候就有一个学妹给我打电话啊, 她说, 要我, 要我去她家帮她修电脑啊, 那我也是, 那我那时候是非常单纯, 也我也是非常认真的啊, 打电话给她, 我说那修电脑的话, 我要到底要不要带套话音未落啊, 电话那头的那个女孩, 废话, 你说要不要带套呢, 啪, 就把电话给挂了, 哈哈, 就是人家有点结巴嘛, 我想说的是, 要不要带套工具嘛, 好, 那么接下来, 咱们稍微正经一点啊, 这局呢, 虽然说非常的艰难啊, 困难重重, 但是我二三, 我在二十五分钟的时候, 已经是跳到, 而且, 已经是, 血金石了, 我看到中路两个孔点, 再往我这边过来, 我准备买完血金石, 躲一下, 赶紧皮皮回家, 我们这边, 这个小小应该是影魔在运装备, 我之前看他买了一个八七五, 他买八七五, 又买了一个一千一, 身上, 他要出先锋盾嘛, 二十六分钟, 他这个影魔的确对, 装备的理解不是很深, 他在这个时候, 出一个先锋盾, 就是没搞明白, 他难道是怕, 被秒, 因为他被秒了好多次, 但是他这个先锋盾, 一点都帮不上忙, 还不如, 就是第一大剑就做BKB, 虽然说他装备出错了, 但是我觉得这局, 还是有很大翻盘的希望的, 为什么呢, 因为, 现在我这么说, 其实有点没自信, 因为如果他出BKB的话, 我就, 对我自己这句话能够负责, 因为他BKB了之后, 呃, 非常, 就是, 他基本上就能够方出大, 就是能打出爆发, 那么爆发之后呢, 就是物理输出, 物理输出, 他自己有减防的光环, 再加上VS的光环, 我们是一个很可怕的前中后期, 三人组阵容, 现在对面的装备, 基本上已经成型了, 对面装备其实也并不差, 而且又有NEC在, 我们虽然说消耗很厉害, 只能把NEC打的没来, 因为NEC他挑战加A仗嘛, 我这边, 对面要, 对面直接杀我们隐魔了, 你看, 全挂, 全挂, 现在对面的爆发太可怕了, 我本来还是, 我本来以为我们如果, 在这个高地上面能够拖一会儿的话, 其实还能打, 对面要来, 对面要来干我了, 我直接跳走, 现在对面是直接几个拱雪冲塔在那边干人, 我跳到CD, 我放一个C, 应该能够带走牛头, 漂亮, 这个船长是带盾的, 所以我必须得理性一点, 我现在冲过去, 最最怕的就是船长二连, 然后再加这个, 再加, 并魂一个C, 一个大我就直接挂了, 那这个塔, 你看A杖数是大, 我也没办法, 因为这个A杖数是大, 他两个石头人我就打不过了, 看能不能把, 哎呦, 哎呦, 在这种局面下, 我这个操作也不行, 我这个T躲了这个船长的, 差, 如果你T, 你的T算准的话, 他船长的差你是能够躲掉的, 我看能不能受到这个冰魂, 看能不能受到这个冰魂, 我准备把这个NEC杀了来, 累积一下, 我这热心石的数量漂亮, 白虎一个, 是白虎神剑吗, T过去, 吸一下, 跳过在地下, 还是没用, T走, 还好没有被船长这个水道给挂的, 看能不能受到这个冰魂, 11格血金石的能量, 我们上路塔好像还没有被破, 这波虽然说一开始我们就挂了三个, 但是还是能接受, 如果不被破路的话, 还是能接受的, 但他这两个石头人怎么这么长的时间呢, 回来秒这个船长了, 还剩一个牛头和一个Olock, 但是还是, 阻止不了, 没办法打他们那两个石头人, 我们没有人出散尸, 现在我地精死亡者这个点, 其实也不需要太多装备了, 如果再更新的话, 我也更新一个, 就是我觉得跟, 我跟BKB好像不是特别好, 我跟一个龙心, 我跟一个龙心好了, 现在最重要的是影魔这个点, 我们别的次装备其实也蛮差, 因为他, 你别看他现在挑战绿杖, 但是基本上都是, 因为我们三打五嘛, 三个人钱肯定要多一点, 他前期有很多资源都浪费了, 影魔的话, 在, 就是带线那段时间里面死的太多了, 导致他现在只有一个散滑和先锋盾, 先锋盾875加1100加250散滑, 他把这些钱省下来, 的确可以做一个BKB, BKB的作用更大, 冰魂无缘无故的甩过来一个大, 对面的这个NC, 他是挑战加A仗, 他是没有什么回篮装备的, 所以我们守高地, 只要把他的篮号没了, 还是能够守的, 现在等他们推, 他们肯定会再击合一波, 因为现在我们上路和中路的这个防御塔都没有了, 我现在三千楼的存款, 不是特别敢买装备, 因为我们大家肯定要留着买活的, 如果我不留买活的话, 这个塔肯定守不住, 我们只要一路守不住, 那基本上直接是破两路最少的, 因为两路这个防御塔已经没有了, 现在要翻盘, 就是打一波团的事情, 打一波团我们如果打过了, 那会帮我们自己争取到非常非常充足的时间, 来更新装备, 他们这道阵容基本上是, 如果出BKB, 你基本上不怕任何人, 就怕这个船长的水刀和冰魂的大, 然后在Volokr的, Volokr最大的时候会晕晕一下, 看能不能杀掉冰魂, 现在杀一个是一个, 杀一个就能够拖一点时间, 冰箭之子, 我们的谁, 我们的S挂了, 非常聪明, 你看, 吸一下他反跑, 不太敢打, 我怕追到二塔有点太过分了, 毕竟我们现在这个局势不允许, 哎呦, 完了, 是一个船长, 牛头也在, 算了, 我自杀好了, 我自杀, 反正我复光时间很快, 我感觉, Volokr他丢一个大, 我们这个塔就守不住了, 他现在一本死灵叔在那边, 似乎忌惮的拆塔, 对面这个冰魂真的太可恶了, 如果没有冰魂的话, 我们这个装备, 我们的装备都好出多了, 而且他是一个, 非常肥, 有A杖的冰魂, 再加上, 很什么大交流, 船长大招, Volokr大招, 牛头, 还有死灵法师, 隐魔在先锋盾之后, 又出了一把挑战, 又出了一个挑战, 但这局肯定是没得打, 秀一下操作, 秀一下操作, 隐魔已经离开游戏了, 秀一下操作, 你看我这个, 我这个, DG4列者打的真的太棒了, 因为我, 我根本就不用看屏幕, 我就知道, 一套连招这个牛头要死, 在我推出游戏之前, 我看能不能再带走一个, 冰魂的大一甩过来, 在这四个石头人, 再加上Volokr的减速, 我发现我怎么样, 也回不了家了, 回不了泉水了, 其实还好, 在气势上, 在人头数上, 还没有输很多, 打一个机器, 退出游戏, 看了刚才那张, 加分图呢, 我看到这个白虎, 加上复仇之魂, 加上宙斯, 再加上隐魔, 都没有我一个人的英雄分高, 当然这不是重点, 重点是, 现在对这个路人感觉上, 如果还是要, 如果你打一人一条路, 你打的开花了也没用, 还是要打一些四五号位比较好, 因为现在中单的需要占线, 劣势路的也需要占线, 你大哥也需要占一条线, 你只有四五号位才能够去带一带节奏, 所以这局呢, 我也是感觉在打大哥位不行了, 我把小黑换给了我们的队友, 就每天基本上打路人都会碰到这样的事, 都会碰到刚才那样的, 但是我是还好, 因为我是过了就过了, 我不会就是把这种不好的情绪, 负面情绪带到下一局游戏, 但是大家能不能做到啊, 这就非常那个了, 对不对, 我觉得除非你一早起, 早上起床, 第一件事就是为自己吃一坨大便啊, 否则你就不能保证, 一整天都不会遇到一件更恶心的事啊, 对不对, 要保持一个非常好的心态啊, 话粗理不粗嘛, 对不对, 就如果当你碰上上一局这种局面, 其实上一局我们, 其实可以退的啊, 为什么要坚持下去, 但是我我就觉得, 如果三打五赢了, 特这种感觉真的倍儿爽啊, 那大家如果就是处在上一局的环境当中, 这个三打五的时候, 就是说你如果, 如果你就是你自己也也很没有, 心里面谱啊, 也很迷茫, 那就是这个时候, 你看, 我应该问队友吗, 我队友打的其实也不是特别特别的亮眼啊, 我问队友的话, 可能就真的是, 请鬼抓药单啊, 对吧, 请鬼抓药单, 就是找死了, 这种事情我觉得一定要啊, 三折功而成良一啊, 你多碰到, 一定要多碰到这种事, 你才能够自己找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, 这一排呢啊, 我拿, 我拿, 我们这边又有, 又有一个隐魔, 我是, 让我们队友下来, 我们的这个谁要和隐魔抢中单, 我让他下来跟我一起, 因为对面下路可能是一个赏金啊, 我已经很早的就带了一个粉, 我这个出门中非常寒酸, 但是粉我是肯定带了, 点了一下信号, 我是有粉的, 撒一把粉, 哎, 小黑回头了一下, 举回来卡位, 再卡, 他隐身了, 我感觉可能危险, 他卡了一个视野, 我的粉要, 小黑刚才回头了一下, 不然的话多A个两下, 他就跟他就跟他挂了, 其实现在打路人局有隐魔的局, 我看, 我看那个DOTA打隐魔打中路, 都是, 很多都是出点睛的啊, 像DOTA1好像, 很少有人这么做, 出点睛呢, 如果你是在近位的话, 就出点睛就更加好, 硬瓶子出点睛, 因为隐魔战线本来就很稳, 而且在线上, 线上这个压制能力也还行, 硬瓶子呢, 那既然不去空服的话, 你给他插一个, 插一个眼, 基本上能够减少一些被游走的, 这个几率, 刚才看到他是这边插了一个眼, 小白走过去, 中路这个火猫会看到, 所以你别看现在这个, 不管是我们第一视角也好, 就打隐魔的, 很多都是打了好多盘, 才出一盘, 因为现在隐魔打法, 我觉得好像, 首先你打路人局出点睛, 可能会遭队友嫌弃这边, 我一个举把火猫举到了, 塔的困境位内, 漂亮, 帮隐魔拿到了第一滴血, 鞋子前有了, 然后粉的CD也赚好了, 可以去下路看一下, 这个赏金在不在, 下路还有一个对面的卡尔, 卡尔家赏, 赏金换路了, 赏金优势路, 这局对面有个VS, 还有个府王, 王府王应该是打野, VS可能是游走, 神福刷在了上路, 加速, 这个医学啊, 本来就该属于我的, 我现在, 抓不到赏金, 这个, 卡尔, 哎, 没有挂机啊, 他是有眼, 他看到我队友过来了之后, 他就马上撤了, 非常讨厌, 我这边没有数, 中路的隐魔也是被抓的, 我们, 烈士路, 烈丹的一个风行, 打, 就淡一个赏金, 应该是一点问题都没有, 那上路我就不用管了, 这, 这二货拉比克, 他一定是, 他一定是在想, 你杀不掉我, 又那么A我, 自己又没有数, A什么A, 我是冰雷卡, 我可以回血, 花开花落, 不便寻梦之心, 重死重生, 只待与化之时, 二话不说, 我又来到了中路, 我这么走, 他们应该是看不见的, 其实杀火猫, 有一点难度, 因为火猫有一个三技能, 他的三技能是, 可以吸收魔法伤害的, 而隐魔, 现在又是魔法伤害, 最非常高的时候, 我杀他, 除非是卡他这个三技能的时间, 就像现在, 就像现在, 把他拉到塔的重温范围里, 但是这个小兵, 非常非常非常讨厌, 这小兵非常讨厌, 帮他卡一下位, 不然这个, 脸色就会吹到我们的隐魔了, 吹我, 吹我我也死不了, 可惜我没拦, 然后我再在cd, 隐魔回家了, 我稍微混一会会, 这拉比克, 拉比克我打的非常多, 拉比克的节奏啊什么的, 我都很好找, 所以打这一盘, 面对卡尔硕是二货, 我还是不气不奶, 非常有信心能够, 能够找到机会, 能够找到机会, 杀出我的一片天, 咱们啊, 身在, 人在江湖啊, 一忍再忍, 到底是为了什么, 还不是为了啊, 日后能够斩草除根, 对不对, 我先, 买一张TP, 再买一组眼, 因为这个上路, 如果没有眼的话, 万一VS吃了神符什么的, 抓隐魔, 是一抓一个准, 插一个线上眼, 捕刀, 再补一个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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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就行了, A就行了, 哦, 还好, 他出, 他开了那个E, 我怕他两个, 两个影响压不死, 我在中路, 也成功的混到了四级, 再帮, 隐魔插一个眼, 上路, 上路找一下机会吧, 这赏金不在了, 本来我想这个上路, 我还有一把粉, 能够再杀一次赏金, 我让两只机啊, 这只有两只机, 没想到这个赏金已经去下路了, 杀了我们的小黑, 隐魔又回来了, 那我正好在中路稍微混一会, 其实他到六, 我还是比较, 小心一点走位, 因为他到六, 杀我还是非常简单的, 再加上我现在没有什么魔, 下路四个人, 火猫这个英雄呢, 我打的, 我之前打的也非常非常多了, 我这个多刀基本上, 基本上就是靠什么火猫啊, 卡尔啊, TB啊, 这些英雄打上分的, 他正不, 我也正不, 他应该不太会和我抢到了, 上路一个恢复神符, 他们也有眼, 他们也有眼, 他和我抢的话我就走了, 现在六分钟, 我快五级了, 赶紧昏刀六, 这局对方的技能都是非常好的技能, 赏金的VS的, 或者火猫, 哎, 杀我了, 注意一下左备, 还有一个VS, 雷他, 雷他, 不要让他吸我, 甩到后面, 让VS也晕一下, 顺利逃跑, 看来对方这个火猫还在练习阶段, 没有把他的技能已经练到炉火纯青的地步, 不然他一个TC, 他就先F, 先R过来一个TC我就挂了, 中路又是三个, 现在连腐王也出来打架了, 火猫虽然状态不好, 但是他有一个恢复神符的, 这腐王什么情况, 这腐王什么情况, 我TP过来, 我要混经验了, 哎, 我本来想, 我本来想把他雷走, 让他这个人品爆发了一下, 把我们的这个, 哎呦, 火猫又来了, 以魔, 别往外面走, 以魔要挂了, 我没蓝, 不过还好, 我现在一千块钱能够买米法鞋, 以后再也不用劝蓝了, 正好在中路混到六级, 这局如果我能够偷到, 这卡尔应该是火卡, 对吧, 或者偷到天火, 拉比克偷到天火, 这个天火是必中的, 基本上你贼等级升高度之后, 一个贼, 一个天火, 一个叉, 这个爆发就非常高了, 或者偷到这个赏金的W, 或者偷到火猫的C都行, 尴尬的是, 我现在出去买米法鞋, 又没有鸟, 我不想浪费时间了, 我看能不能, 要不要合个大魔棒, 或者是买个护腕, 这样能够让我能够快点的出门战斗, 因为现在我到六级, 非常好打架, 中了我们三个人是把对面的火猫杀了, 火猫好像, 中单这个实力班, 我们小黑出了一个点睛手, 在打野, 赏金也非常惨, 我觉得我算还好了, 我, 我比他装备, 我比他要领先, 将近一千块钱, 这次, 上一次你是回头了一下, 这次, 你千万不要吓他, 因为一下他, 他容易跑, 杀不了算了, 偷了他一个追踪, 先插一下, 再Z一下, 追踪术给赏金用上, 小黑贴了个大药, 能打, 应该能打, 我的XT快好了, 我的XT快好了, 偷了一个什么, 偷了一个C, 没有人TP, 没有人TP, 我有追踪术, 我有追踪术, 哎, 哎, 怎么还有一个卡尔啊, 插一下, 他没有攻击力, 那个火猫应该没拦了, 我想拖一个, 这卡尔, 这卡尔没有放天火, 就拖到了一个激素冷却, 而且我还没拦放, 对我包过来, 杀了赏金, 我有粉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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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, 跳刀了, 我, Z, 还好别是没有吹我, 感谢感谢, 让我捡回一条, 一条好汉命啊, 这座位你看, 我如果这次死了的话, 我会很亏的, 偷了一个, 一下, 我就走了, 又是一千块, 在中好像我每次一千块的时候, 都没有机会去买这个秘法鞋, 这波打亏了, 这波死了两, 两个人, 对面打架人很凶的, 又有这个赏金, 又有VS, 又有火卡, 配合还是挺好的, 而且还有一个跳打斧王, 我们风行应该挺顺的, 但是他出了一个推推棒, 然后我们小黑, 这人品, 连转两下一个斩, 我在想, 我们小黑出了这个点睛手, 他在也去打野, 会不会遭针对, 因为有个赏金的话, 赏金配合火卡, 因为他们爆发高, 所以我这局呢, 既然我没有出到面把鞋, 我就不出了, 我出了一个骨灰, 这么一看, 我觉得我混得还行, 我这个装备和这个等, 等级也没有落后, 装备也没有落后, 主要也是这个拉比克, 拉比克这英雄, 实在是太有娱乐性, 太好玩了, 我基本上, 不管顺风逆风, 不管装备怎么样, 拉比克总归能打出菜的, 哎呦, 我后面怎么有, 我后面怎么有个火帽啊, 哎, 哦, 我还在想, 这个福王没有跳过来, 我是不是就能这么走了, 火卡, 冰火卡, 冰火卡, 买了一个, 一人面罩, 哎呦, 多莎拉比克, 他比较傻, 我是不是太久没踢你, 你都不知道我穿几号鞋了, 同学, 为什么这么针对我呢, 虽然说, 虽然说我前期, 这个人头数拿的不是很多, 你可能是, 把我当成一个小小的辅助, 语言上来挑逗我, 但是我知道没有实力的愤怒, 是毫无意义的, 等我, 等我, 我现在六级, 咱们这个啊, 人就就像我之前在当网管, 当当网管的时候一样啊, 人穷衣服破, 说啥都是错啊, 所以我现在不说话啊, 等到, 等到我们这个上他高地了啊, 我会跟他说啊, 傻瓜, 我们都一样啊, 这边可以看到, 我们这一个小白空插, 把他插里面, 我一个插, 又把他带走, 一个谁, 哎呀, 没有救到小白, 哇, 还有一个, 还有一个BS, 他们下路是五个人, 先走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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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啊, 感觉我们好像打架, 打架了多少人, 这边就要推塔了嘛, 推塔我就, 看队友来不来, 如果不来的话, 我就直接TP了, 因为带来这里太危险, 万一BS一个吼, 就能够把我给吼出来, 其实我觉得这个塔是可以守的, 因为我们首先, 带线, 不可能带到别人, 因为快点带线, 带到别人二塔那边去, 然后回来守塔, 我们守塔能力还行的, 对面好像又走了, 我先露头, 不几个刀, 我看到对面又过来了, 这个卡尔直接是从树那边绕过来, 我直接走了, 我们这一盘里魔, 我好像也被针对的比较惨, 但是他至少, 会打钱, 假腿, 大魔棒, 魔瓶, 加一个那个, 系带, 就我现在由于不敢战线, 不打架, 等级还是比较低, 马上八级, 对面抓不到人的话, 这赏金其实, 呃, 他的大扎就废了, 其实我们可以过来抓这个府王的, 我觉得, 他们人都已经分散了, 赏金也不在, 最多就四个, 隐魔估计要被单杀了, 火猫现在, 杀人如麻, 隐魔霸气买活, 看一下隐魔会TP到哪里, 看一下中路, 又是一个空差, 然后一柱一柱一柱, 不敢一柱了, 等我来, 等我来, 等我一个, 什么情况, 左边, 隐魔两剂, 隐压, 好, 杀了就好, 杀了就好, 我们淡定, 这次一换一还, 呃, 还可以, 跟对我说明一下, 我这个想法, 我就下路随便手都没人, 我们只要去人的话, 这个弗王就是我们的囊中之物了, 但是我看到这个中路什么情况, 这火猫这么嚣张, 隐魔直接带了宝石, 下路塔, 被弗王一个人给打破了, 接下来我估计PK会多一点, 因为隐魔带宝石了嘛, 如果他带宝石还单带线的话, 那这个宝石, 其实买和不买, 差距不是特别大, 他带宝石了, 我们就把眼清一清, 然后我们也去逛一圈, 然后他带线, 我们稍微蹲一下他就行了, 就是现在我们辅助就得比较累, 跟他要稍微跟得紧一点, 对面的卡尔啊, 骂我傻, 骂我傻瓜的那个卡尔, 他要出这个疯胀, 现在是一人面罩, 加一个一千的智力, 你看野区逛一圈总归有收获的, 拖到一个C, 斧王一口口到三个要出事情了, 还好对面人不是特别多, 吸一下, 给个骨灰, 看一下我们风行, 风行觉得太深了, 直接挂掉, 卡尔的陨石已经放过了, 哎呦, 对面还好, 不杀臭酱油, 只盯着尹魔杀, 我现在一个X, 还要继续追, 我们小黑不在的话, 我们可以打得稍微, 不要太奔放就行, 我现在状态也不是特别好, 尹魔被标记了, 一千三, 我可以直接做那个, 做推推棒, 相位, 裸, 裸风杖, 我们小黑不知道出什么装备, 不过我觉得, 我觉得他既然, 第一个, 哎, 赶紧保大哥, 我们这个大哥是带, 宝石的, 所以这个火猫, 如果把F, 就他先, 把F放掉的话, 这个尹魔是要被他单杀的, 刚才我说这个小黑, 他既然不裸, 这个尹刀的话, 出了一个点睛, 那下一个大剑, 应该是BKB, BKB, 然后, 封脸, 我觉得不错, 然后封脸之后, 他现在补运引刀, 是不是有点晚, 因为对面还有一个赏金, 现在对面这个, 猎丹的卡尔, 已经快疯胀了, 疯胀呢, 呃, 他的这个技能顺序是吹风, 然后加上, 吹风, 那个天火, 陨石, 加刀片, 我随便偷一个技能, 啊, 放在我身上都是不得了, 因为我这个, Z快满级了, 偷了他的技能, 我, 我比他还要好, 好发挥, 又差了一个岩, 我, 我先, 先吸吧, 这别是比较耿直, 拉比克这个版本, 很多都是, 逆法, 然后, 推推, 然后直接A杖, 因为, A杖好像就是继承了, 别人的技能的A杖效果, 比如说, 我偷一个, 呃, 斧王, 啊, 斧王或者是, 这个小白好了, 他都会继承, 别人这个技能的A杖效果, 所以A杖, 现在这个, 把他放在拉比克身上, 性价比特别特别高, 既, 既称了属性, 又提, 啊, 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, 就是他的这个, 5秒一偷, 啊, 他的这个偷的CD, 恒定在5秒好像是, 应该是这样, 没错的话, 现在这个局面呢, 大家双方都, 各自带线, 各自推塔, 我们这小白的大招放, 放的有点浪费了, 不然的话, 这位二塔也是可以拿的, 因为对面两路带线, 啊, 我们绝对有机会推掉对方的下路二塔, 但是现在如果没有蛇棒的话就算了, 我技能已经, 已经到时间了, 本来想拖一个赏金的, 赏金, 我拖到一个赏金的那个, 疾风部就好了, 我能够, 隐身在别人旁边, 啊, 然后配合队友, 我秒举, 让队友放技能, 1800, 我要打一个, 打一个推推棒, 这局中期, 我们打的感觉比较拘束, 双方都比较拘束, 不过, 你如果打拉比克碰到这种局, 你一点都不用担心, 因为拉比克随便偷什么技能, 都可以打野, 我偷一个, 这个, 火猫的E, 或者偷一个, ZS的猴, 或者偷一个这个, 偷一个锤子也行, 配合拉比克本身的这个差, 打野是非常快的, 非常, 效率非常够, 比一般的辅助, 要打钱打的快多了, 什么情况, 隐魔原地摇了一个大, 我们隐魔和风行者两个人都是空血状态, 对面不推外塔, 直接到我们这个两个塔的中间来PK, 我偷了一个什么, 偷了一个吼, 我本来想偷这个, 赏金的技能又没有偷到, 这个赏金, 它距离给我保持得非常非常好, 我们看到一个, 看到一个斧王, 他们这边应该是没有眼的, 其实他们推塔, 我觉得还是比较困难的, 我们AOE很多, 加上控制也足, 然后他们呢, 现在没有梅肯, 他们只有斧王打先手, 因为吹风, 卡尔的吹风还没有做出来, 斧王打先手, 我们这么多控制, 我拉比克一个举, 把他举到后排, 不仅仅他晕倒, 连他后排都会晕倒, 那剩下来, 他们就很难打了, 他们VS现在也不, 又是火猫先手, 你看, 渺阳, 我拖了一个火猫的C, 举起来, 举过来, 然后一个C, 先走一下, 王跳火, 被这个, 卡尔吹风已经出来了, 哎呦, 有两个人挡住, 不然我就把这个卡尔的秒了, 我15个魔猫, 别杀我, 我回头一个X, 先把火猫给杀死, 然后赶紧赶紧, 我要拖一个技能, 拖了一个疾风布, 我没有中到表姐, 先疾风布, A一下, 小黑杀掉了, 漂亮, 小黑杀掉了这个VS, 又杀掉了, 哦, 是以莫娜的人头, 后面还有一个, 后面还有一个红点, 秒举, 举到后面来, 一个X, 漂亮, 这波我也拿到了非常多的人头, 瞬间1700, 满足, 满足, 打团还是我们机动性比较高, 对面让火猫打前手, 确实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行为, 而且这波团上你注意到没有, 本来我是, 本来我是3-1-4, 现在我是5-1-7, 也就是说刚才那波团战, 我有两个人头, 三个助攻, 基本上我的伤害对面全吃到了, 非常nice, 我刚才骨灰, 骨灰啊, 或者是X呀, 或者是技能, 全部给足了, 骨灰魔宝石带的特别精髓, 如果骨灰魔是, 如果我是骨灰魔的话, 我, 我觉得我是不太敢带这一个宝石的, 因为太容易死了, 像那个火猫会打的话, 会打一点的话, 刚才骨灰魔在打野, 火猫早就应该把它给单杀掉了, 而且还有一个天火可以配合, 我刚才拖到这个火猫的C, 确实非常精髓, 不然的话我可能也要挂, 我拖到一个C, 让火猫和赏金好像都没有A到我, 吹风向魅的卡尔队友有没有兴趣, 你看我A他还蛮疼的, 你看, 不会看得到我吧, 他, 诶, 应该是, 应该是插了真眼, 我刚才身上没有粉的状态, 我刚才好像看到他们带, 带真眼, 但是我, 隐魔三连牙直接跳走, 反而倒是死了一个我们的小歪, 这个塔就让了好了, 我们死了两个酱油, 还能接受, 隐魔现在应该挺肥的, 只更新了一个跳, 接下来可以跟一个BKB, 就我看一下隐魔多少钱, 小黑跟了一把单刀, 点睛单刀, 再一次重新站起来了, 现在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可以打团呢, 我们虽然没有, 我们应该没有梅肯, 这个风行没有做梅肯, 但是我们有骨灰, 我拖到了一个疾风布, 但是我现在中标记了, 我对他, 对他我们, 我和这个卡尔的私人仇恨比较大, 因为我想证明啊, 我不傻, 我突然想推过去把他给举过来, 来抓野, 等等, 我现在这个有标记还没消掉, 我们现在完全可以推了, 有一个小白的石油棒啊, 那么一插, 我觉得他们好像没有什么人能够, 扛着我们这么多的, 呃, 呃, 长手来打这个石油棒, 对面, 五个人对我们的中路, 中路打, 欺而不舍, 我偷到了什么, 偷到了一个刀片, 其实最最好的, 我最想偷的, 呃, 是想偷卡尔的天火, 因为现在目前为止, 爆发最高的一个技能, 来看一下这一波, 这一波我们还有两个队友在下路, 所以我先走一下, 我知道这个斧王非常的冲动, 先把他丢回来, 但是没有, 后继技能跟上, 跟上, 冯行一个一, 也没有一到人, 又想上我们的影魔, 我推他一下, 再插一下, 再一个刀片, 再偷, 没有偷到技能, 斧王一个偷到三个, 谁开了BKB, 小黑开了BKB, 先杀斧王, 给, 哎, 漂亮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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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, 这个出步机漂亮, 小黑刚才在那边, 开了一个BKB输出, 非常非常的高, 一千九, 一千九, 这一盘我可以, 我可以出死灵书, 来帮, 来配合小白推塔, 也可以出一个A仗, 对面火猫的, 等级很高啊, 但是他的装备, 和他的等级不匹配, 又A, 哎, 哎, 这场景太棒了, 空雪过来, 我推了一个叉车, 就收掉了一个人头, 这么一来, 对方是一个团灭, 送了两个人, 你看, 五个人都在复活时间, 哎, 我想说火猫, 我想说火猫, 其实可以发育的, 因为我们虽然说, 要, 就是阵容搭配的不错, 但是我们五个人, 在火猫面前, 还真的都是脆皮, 好好打, 打一个, 这个狂战, 或者这盘我们, 近战少的话, 死灵书什么都没有的话, 你狂战不输出一个, 哎, 秒举, 但是我的蓝不多, 拖到了一个换, 不错, 那我就省一点蓝, 这个斧王应该跳第二次, 我准备, 我准备, 随时, 在我们大哥有危险的时候, 挺身, 笑, 我承认, 这个词汇量少了, 所以我觉得, 做这么长的视频, 我纯粹是让大家看得过瘾, 但是我最最最最拿手的, 还是那种一局, 四五十分钟的, 那样才能发挥到我的极致, 发挥到我内涵的极致, 挺身而出, 你看, 精致, 这些三合一的视频呢, 我自己也不好过多讲评, 但是呢, 我觉得以后, 我还是多做一些, 比较, 虽然说短一些, 但是能把我的这个词汇量, 非常浓缩, 就是精华嘛, 对不对, 我只能请到咱们娱乐圈的天王之旅,